耶书是繁花中最心狠手辣的角色 90岁的由本昌先生饰演的耶书 是繁花这部剧的一大亮点 他用自己深厚的演技功底和丰富的表演经验 将这个角色诠释得淋漓尽致 剧中大部分时候他都是位富有智慧与慈爱气质的长者形象 深藏幕后为阿宝打理生意出谋划策 但最终耶书和阿宝两人还是分道扬镳 我尽心尽力为你盘算黄埔江的事情 你心里装的全是朱镯河的勾当 很多人疑惑就一笔生意而已 耶书为什么要离开阿宝 虽然阿宝是耶书带出来的徒弟 但两人的经商理念却是截然相反的 耶书眼中的生意就是生意无关其他 但阿宝眼中的生意却是不一样的 我记得耶书跟我说过这句话 但是对我来说 我的逃生终脑不是我儿嘛 这也是为什么耶书临别前说人格有志的原因 从金花口中我们知道耶书在建国前就从事金融工作 16岁成为股票交易所的业务员 18岁取得了经济牌照 股票欺货外汇样样精通 解放后政策不允许一夫多妻便与两个媳妇做了切割 据中正面角度是说耶书一碗水端品 反过来也可以说他钻了法律漏洞 名义上离了婚 背地里还在享受着欺人之福 这就是金科长不喜欢耶书的原因 他的这种手段合法但不合情理 于是举报了耶书倒卖香烟票的事情 但耶书犯下的错误哪指这一条 从他给汪小姐的那碟厚厚的检讨书 就能明白当年耶书有多么不老实 汪明族 因为大义 不当心 什么叫不当心 我们看到剧中他熬夜辅导汪小姐写检讨书 不是因为个人感情或者同情怜悯 而是因为汪小姐做上科长对保总的生意有利 汪小姐离开27号后耶书的态度也随之改变 开始扶持背词他的梅萍一步步成为科长 这种转变并非出于个人恩怨 而是因为他明白在商业竞争中 没有永远的朋友 只有永远的利益 所以当梅萍离开27号失去利用价值时 耶书毫不犹豫地将他拒之门外 让我们第一次看到了耶书冷漠和无情的一面 人家讲耶书有事有人无事无人 今天总算见识到了 为了抢沃尔玛的单子 他把汪小姐视为敌人 不让江浙户的工厂接他的单子 在梅萍通风报信后 耶书买断去深圳的机票让他走投无路 就是说 你这让单子一上线 范总他们在深圳 就再也找不到其他流水线了对吗 另一边又到27号 让金科长说服徒弟把单子交给他 你这个做法是两面三刀 我再跟你讲一遍 诚实手信对我来说是我做人的红线 要知道汪小姐违约可是要坐牢的 耶书用出的手段就是把他往死路上逼 他的冷酷无情在这件事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这就是阿宝和耶书产生隔阂的原因 27号的汪小姐跟汪小姐是两庄世界 从此以后排骨是排骨 年糕是年糕 耶书你看错我的 对我来说 排骨年糕从来都不是生意 繁华中每个人物的性格决定了他们的命运 正是因为他们有着复杂的人性 才有了剧中多姿多彩的人生故事 感谢观看